我厨房里三个人 一个炉子 一个案子 一个洗碗阿姨 再加上外面有两个阿姨 每天干两个 干两万 总共就是五个人 五个人 五个人做两万 这一个传奇菜馆 然后就11个菜子 我可以每天做90个菜馆 那翻了 九遍 翻了九遍台 香港的餐饮是为什么那么发达的 它平均每个餐馆的翻车率 八遍往上走 是为什么我们这边就不行了 那你翻了八次也算是神话了 我曾经我八个人干过五万 我天哪 八个人干五万干了280个单目 太狠了 这种全国也少见 我的人全部都是 经过我特种兵给培 给培训的 哈哈哈哈 而且我要每天员工餐 必须要试菜来一趟 给大家都辛苦 吃好 吃好这么浪费 有鱼 有肉 有下干菜 有蛋 再有汤 啊 这营养要均衡 员工在你家都吃胖了 我曾经我之前的店 总共来了三个月 碰30斤 哦 那你生意做的这么好 就是秘诀 就是菜品的秘诀是在哪里 真材实料 真材实料是吧 赚自己该赚自己 我自己采购 我自己把关注 我从来都不让厨师创新 就按照我们来 我不需要创新 按照我们来 无头命令 嗯 就只要弱势 弱势 哦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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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